手杖穷婆做手杖 又翻车了 之前是这样的 之前穷婆的自制镊子翻车了 完全加不起来 不过本穷婆不会轻易放弃 看了评论 我决定再试一次 那么依然是一根吸管 两只牙签 先把吸管对折 把两端剪齐 把牙签放入吸管 腌合牙签尖尖 注入热绒胶 用橡皮筋固定 等待热绒胶凝固吧 解除封印 自制镊子2.0版本完成 一起来试试看吧 嘿嘿 好像成功了 再来一次 嘿嘿嘿 好艰难呀 终于加住了 行 不行 它又行了 真是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镊子呀 呃呃呃呦呦呦夹不住了 算了 又翻车了 我还是用万能的手指吧 简直超顺滑的 而且 手手还能代替小铲子 压平平 又能代替剪刀丝胶带 果然万能手指才是熊婆的超强工具 那么一起来看看熊婆用万能手指做的排版吧 复婆挑战蓝色手杖 拿火入手的花边胶带 甜甜的奶油果酱 轻轻松松 拿捏可爱氛围 屁弟弟日系手杖小店 入手的阿卓色调胶带分装 奶糊糊的雾蓝色 真的太梦幻了 爱屁弟弟入手这些素材 比某宝便宜 我可真是个省钱小天才 熊婆拿出蓝色素材 又是珍藏的边角料 找不出多少蓝色素材了 去妇婆桌上好两张便签吧 行 随便买吧宝 妇婆开始做手杖 蓝色本子配蓝色夹子 霸气有边 当然不能少 用奶盖熊蓝色镊子 每每撕下蓝色阿着胶带 再用小蓝铲 霸气压平平 妇婆的手杖完成了 熊婆开始做手杖 没有花边胶带 画个波浪大框框吧 套出快被盘的包胶的闪闪胶带 努力寻找里面的蓝色图案 一个 两个 三个 还有好几个 用双面胶切上变迁 再用小蓝铲 穷婆的手杖也完成了 你更喜欢富婆的蓝色手杖 还是穷婆的 事情是这样的 小马蜀又又又出新交代了 大家都在cue我 于是 我去疯狂暗示我妈了 第二天 我的书桌上果然找出了 小马蜀海的女儿 还有徽章 又是妈妈的小纸条 安排了 妈妈歪歪第S 一一一 小马蜀海的女儿沉浸式手杖 来了 我可以做到 尾巴 把燈粉 乳酪 酱酱 铃铃铃 麋馁 透明 天然不易 冬天然不易 放入瓶皮 缩 lite また看 再agar 冷蔵 爱是飘散的夜 凋零分手的季节 類似藏玉 糊粿 就煮到 粘完成 塩 砂糖 炒糖 好 我可以用水 一口水 一口水 它算是不够的 我可以用水 它算是不够的 它算是不够的 不够的 它算是不够的 在同样的 它算是不够的 它算是不够的 我需要有太多的 草牙 那些需品 我需要花水 在玉米 上一滑 我需要去皮 放進去 衣服 露出 豬肉 割开 鱼蚝 嚼到锅肉 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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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面弄刺激